2024年6月7日,向导集体,重建自由意志星球,传导Carolina Sheena Iain,译者,扬声传导。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时间与你们交谈。 本周我们的作者想问几个问题。 我的朋友们,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当中的龙族、白龙、金龙,以及那些与大天使迈克尔有关的部落。 他们很乐意帮忙。 谢谢。 龙族的朋友们,我从阿斯塔司令部的白衣骑士那里了解到,这两个人被允许就这些问题公开发言。 你们能否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克服什么样的障碍,或者他们正在创造什么新的结构呢? 龙族是如何协助这件事的呢? 大家好,我们只能转发我们被允许分享的内容,仅此而已。 有数百万白骑士在地球各地、地球内部以及飞船上工作。 现在所有人都处于繁重的工作阶段,因为他们从地球的振动和人类的意识中是放了数千年的黑暗以太机制,接受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愿意将其保持在更高的自我层面上,作为你们的世界的现实。 这需要全人类相当大的调整和频率提升。 尤其是那些沉浸在绝望之中的东西。 来自地球的创伤已经迫使许多人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完全在他们的身体里。 要让数百万人摆脱自满的状态,需要花费大量的能量。 因为他们认为地球生命已经消失,就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可能出现的任何改善而言,并且没有真正的变化即将到来。 他们习惯于捡起可能出现的任何微小的面包屑。 工作中的奖金,赢得一点,钱,退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会期望这些,并且在当他们感到这些胜利时感到微不足道。 因此,他们的心必须敞开,他们的临近思想必须做好准备,接受伟大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而且是为了所有人,为了整个星球,大多数百骑士都在穿越古老的对抗形式,包括为阻止意识提升而创造的高科技,必须打破的旧咒语,必须将就生命形式和灵性存在驱逐出地球并阻止其回归。 他们也面临新形式的反对,所有这些反对派都无法抵挡阿斯塔指挥部及其朋友包括你们所有人所代表的一致决心,或者大天使迈克尔和光之力量在场的决心,旧的抵制变革的形式都没有取得胜利。 然而,人类的心必须继续开放。 我们很多人,大多时候都感到非常疲惫,而且就好像我们并不完全在场一样,就像我们的一部分在别处一样。 他们就是这样,尽可能多休息,伟大的工作正在完成,其中大部分是由你们所有人完成的。 你们现在都扮演山姆怀斯,背着弗罗多上山,把戒指丢进火里,重新开始。 但是,如何实现你们所描述的转变呢? 我们向你们保证,你们中的许多人,作为光使者和星际种子,一直在努力打开你们人类同胞的意识。 在更高的层面上,你们除了新的更高形式的光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 它们不仅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且现在正在你们的世界中爆发,非常明显。 这影响着所有人,人类,外在环境,所有的振动。 我们已经履行到了这个宇宙的许多世界和维度。 相信我们,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上发生的变化的幅度是惊人的。 因此,我们的工作包括协助你们所有人在以太中作为你们的更高自我工作。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将更高的光芒转移到群体和个人意识中,并进入地球本身。 它自己的振动继续上升。 你们的太阳太阳的光芒从未如此强大。 许多人对伟大文明的深层记忆的开启,如雷姆利亚、埃及的鼎盛时期、亚特兰提斯,以及地球内部更高维度的生活,现在继续浮现。 这提醒人类,是的,你们曾经如此强大、如此星际、如此觉醒。 它现在多次回到你们身边,但你们可以以一定的速度整合这些光芝代码,并在心智和身体系统中保持稳定。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感到绝望。 你们看到战区的破坏场景,听说或经历灾难或极端天气。 直觉地感受到地球和它的生命渴望纯洁、平静、恢复和疗愈。 你们看到或经历了很多情绪上的震惊和失落,因为腐败的低等生物被低等秩序控制,继续出现在控制之中。 你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怎样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然而,你们也深深意识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绝不是故事的全部。 你们问过我们龙族是如何协助的。 我们会说,每个部落和部落内的每个士族首先收到塞赫迈特母亲的命令, 其次收到监督其区域的指挥官的命令。 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个星系和其他星系,但我们被认为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特定位置的水晶意识的代表。 这更多的是震动共振的问题,而不是物理位置的问题,尽管它也可以包括这一点。 因此,我们旅行那些我们所尊敬的人给予我们的指示,他们正在带领这个象限进入基于光的现实,并走出数千年前开始的伟大的二元性实验。 我们金龙部落致力于唤醒人类意识中记住黄金频率的部分。 这些灵魂元素能够定位声音振动,甚至对某些人来说能够定位纯金的能量语言。 就像在古代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也试图唤醒黑暗势力,让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现在必须跨越到基于光的意识,或者不在避难所,而是在许多层面上因他们的罪行而受到追究。 我们白龙部落寻求在地球生命中重生神圣女性的本质和现实,并将其扩展到地球时间线的各个方面,并在你们当前的第五维度时间线中创造新的高度。 再次荣耀和庆祝生命中的神圣女性,所有这些和其他工作都是我们透过振动创造的。 然而,我们在这一切中的主要盟友是你们被称为星际种子和光之工作者的你们内心深处所拥有的。 你们持有不断增加的光频率并将它们深深植入地球生命中,我们只是放大它,正如我们集体中的所有人多次说过的那样,你们远比你们想象的更强大。 尽管如此,我们理解你们多日来的悲伤和疲惫的感受。 然而,一切迹象都已经存在包括当前的混乱你们所呼喊的伟大变革,突破已经正在发生。 尽管就秩序采取了绝望的行动来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地球及其所有存有的解放,但各种祝福现在正在地球上展开。 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继续表达感谢,就好像它就在今天早上发生一样,有了新获得的自由和无尽的资源。 你们想探索什么呢?你们将前往哪里,在地球上还是在它之外,进入星系? 你们将支持谁重建他们的生活?你们将如何首先重建你们自己的生活并进一步提高你们自己的启蒙? 你们将如何庆祝?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你们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你们会唱什么歌呢? 在某种程度上,亲爱的医们,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无法进行我们的工作。 我们依靠你们来重建你们的自由意志星球,也是你们召唤了我们。 所以,是的,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拆除旧的事物。 诚然,这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因为它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破坏场景。 然而,你们允许这一切,就像所有相关人员的灵魂一样,为新事物让路。 新地球的名字并不轻律,正如你们作为光明使者的名字也不是轻律的。 你们所做的就是你们你们为此而来,准备庆祝吧,你们会有很多理由的。 宇宙等待着你们的命令,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